今天是大年初一 蛋哥家有鄰居朋友前來拜年 因為大人們都在聊天沒有人顧小孩 所以蛋哥就被爸媽指派帶鄰居小孩去看電視 把小孩安頓好之後蛋哥就在旁邊玩手機 結果小孩看到一半突然哭了出來 蛋哥趕緊問 怎麼了?過年要看看星星啊 小孩邊哭邊說 天仙寶寶不見了 天仙寶寶不見了?我怎麼好像遇過 蛋哥開始有點擔心 因為十幾年前也發生過一樣的事情 當時因為天仙一族的背叛 差點導致真是一族滅國 果不其然過了不久之後 真是子就前來向蛋哥求救了 原來天仙一族真的又出現了 而且這次不管大家如何賣力的唱寶寶回家歌 都對他們一點用都沒有 原來天仙一族這次不知為何頭上全都戴了耳機 所以聽不到真是一族唱歌 我看天仙一族一步步的逼近 真爸和真媽也抱著必死的決心做好了戰鬥準備 真子的四個妹妹也摸懸插掌準備開打 當蛋哥和真子趕到的時候 真爸已經在和天仙一族正面對峙 真爸不悅的把話寫在紙板上跟天仙一族表示 我們沒有招惹你們 為何還要來騷擾我們真是一族呢 天仙一族笑了笑 也寫上了天仙一族的文字 比我們二十個人 我們就撤退 真是一族的女人們看到都嚇到了 原來他們是來要人的啊 他們都很擔心自己被天仙一族抓去 蛋哥心裡也非常緊張 怎麼辦 他們戴耳機也聽不到我唱歌 這樣就沒有辦法讓他們回家 再觀察一下好了 我一定要救下真是一族 真爸看到天仙一族的要求 不爽的寫上 哼 你們真是單身太久再發春吧 別說是二十個人 就是一個族人 我也不會交給你們這些渣男 天仙一族笑了笑又寫道 你的不行 藍者也可以 真爸害羞了 沒想到天仙一族竟然吃這麼開 於此他惱羞成怒對著天仙一族喊道 我寧願是死 也不要當你們的藍人 眼看大戰一觸即發 蛋哥突然看到了天仙一族的口袋裡 都裝著手機 蛋哥開始思考 咦 天仙一族都帶有手機 而且數了一下他們有二十個人 頭上還戴著耳機 啊 他們該不會是要玩決勝時刻M的新模式 20vs20的大逃殺生存模式吧 於是他趕緊衝去爭霸身邊 對著天仙一族寫道 你們該不會是想找人玩決勝時刻M的生存模式吧 天仙一族開心的點頭 原來天仙一族想找人玩決勝時刻M新模式 才會來跟真心一族要人 答應他們不擅長表達 所以差點又演變成一場戰爭 於是爭霸也趕緊指派了真心一族電競隊 跟天仙一族比賽 兩邊和樂融融也正式化解了十幾年來的恩怨 因為蛋哥的機制又再度拯救了真心一族 真子也開心的賞了蛋哥一個吻 嘿嘿 1月25決勝日登入決勝時刻Mobile 送永久角色和槍 我和真子等你團員來開戰 哈囉大家好我是蛋哥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記得按讚加訂閱喔 也祝大家新年快樂 不要吃太胖喔